大家好,我是Pucilla 今天呢,会带大家看几套在北约客的公寓 我的客人呢,他是一位年轻的专业人士 单身,他现在希望找的是一家一或者是两房 但是这个加出来的一仰带呢 希望大到能够放到一张床 作为第二间睡房来使用 这样子的话呢,他有可能将来出租 那租金呢,能够帮补他对这个房贷的支付 那我们待会儿一起来看看公寓里面的情况 待会儿见 北约客呢,居住着很多华人跟其他亚裔的族裔 这一块呢,通过地铁可以来到市中心 大概20分钟30分钟的这个车程 同时呢,他这个地方呢 本身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圈 我们看到了第一间公寓 那正对着是一个厨房跟客厅的连接 厨房面积的厨房面积不是很大 如果是单人居住或者是没有小朋友的两人的话呢 还是够用的 这是客厅 这个Unique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虽然我们的楼层不高 但是前面呢,完全没有遮挡 我们看一下他前面的情况 右手边呢,是一个已经开发出来的镇屋 镇屋群 既然已经开发出来 将来再被改建成高层建筑的可能性就很低 正前方有几个小的帮够楼 面积也不是很大 所以被收购下来的可能性也不算太高 左手边呢,是一片独立屋 那这个被开发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所以总体来讲呢 我们的这个视野呢 将会维持在一个完全没有遮挡的情况 然后外面呢,有一个小的阳台 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很方正 可以放一张小的Garden Table 就是花园的桌子和椅子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坐出去 这是整个客厅跟饭厅连接的情况 它的这个布局还是比较functional 还是挺functional的 这是主人房 主人房跟刚才的这个阳台是同侧的 虽然不能够布出 但是是能够通过阳台看到窗外的景色 非常的绿 主人房没有单独的洗手间 只有一个布入式衣橱 稍微有一点遗憾 但是这套房的另外一个亮点呢 是它的这个蛋 一是有门的 蛋中间有门的呢 其实是极其少数的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蛋的面积 这个蛋的面积呢 是完全大到了可以放一张双人床 所以在实际使用中把它变成两房 一点问题都没有 第二间睡房一点问题都没有 洗手间是在入门的左边 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新 总体而言这套公寓 我觉得它有两个非常大的好处 一个是说 它朝向非常不错 然后光线非常的充沛 第二是说它的那个蛋 实际上是可以被作为第二间卧室使用的 今天的房产就看到这里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社区 价格区间和房产内型 欢迎您告诉我 我非常乐意为您实体待看 或远程拍摄视频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